周末来看这部电影 就是大家常常听说的《朝圣之路》 这个电影就叫《我们朝圣去吧》 电影的主角是30岁的丹麦女子 失业没有家庭 母亲离世使得她必须跟多年就没有往来的爸爸联系 为了完成母亲的倪悦 这对妇女踏上了西班牙的朝圣之路 朝圣之路长达260公里 至少花11天才有可能走完 沿路妇女因为不和持续不断的争吵 最后两人各退一步 在朝圣之路上理解了对方的想法 同时也重新建构了关系 母亲才刚过世 好久没回家的女儿心中充满不舍 同时也有些郁闷 她和父亲因为个性不和 已经多年断绝往来 母亲留下一段录音 希望两人要互相扶持 并完成她的遗愿 要这对相看两相宴的妇女一起踏上朝圣之路 这条位于西班牙两百六十公里长的路程 要花至少十一天才能走完 两人挣扎过后决定硬着头皮一起出发 才刚踏上朝圣旅途 即使发现爸爸脚上穿的网球鞋不适合长途跋涉 但个性固执的父亲丝毫不听劝 果真第一天还没结束 脚就磨出一颗大水泡 痛得她寸步难行 索性遇上其他的朝圣者大救 好心的妇人拿出工具 让父亲缓解疼痛 但她依旧不领情 来朝圣的人白白肿 当即私在路边休息 突然遇见一名男子靠近搭讪 没想到才讲几句话 他就突然爆料自己才刚失恋 男子接着突如其来的举动 让吉斯感到不是很舒服 接着男子就经常出现在他附近 就连到了背包客旅店 他一早起来坐于家也被骚扰 但父亲却完全没进入状况 时而针锋相对 相爱相杀的妇女对话 看得让人会心一笑 电影《我们朝圣去吧》 描述一名30岁的女子吉斯 为了完成母亲遗院 在西班牙朝圣之路上 和父亲从不合到了解彼此的故事 在累积无数次的争吵后 吉斯再也无法忍受决定先行离开 就在他正准备搭车提早结束旅程 父亲住的背包客旅店老板出现 带来坏消息 事出紧急 吉斯立刻赶回去 看着躺在床上虚弱的父亲 他决定做出改变 在背包客旅店老板答应下 吉斯大展身手 虽然他现在没有工作 但他曾经开过餐馆 厨艺不是普通等级 端出来的餐点让客人们食指大动 看在父亲眼里 了解多年来对女儿不误正业的印象 都是误会 父女俩逐渐解开心结 朝圣之路上除了追寻信仰的慰藉 也让彼此的心灵更加紧密 TVS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